40. 星島日報 隆重紀念抗戰勝利非緩起仇恨 2015年7月13日要問 A.04文 中國今年將舉行大規模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活動 這麽造有什麽考慮 是否和當前緊張的中日關係有關 中國會否有進一步維護調度主權和東海主權的措施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 也是聯合國成立七十週年 中國政府將於九月初舉行隆重紀念活動 有關活動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 我想用四個詞展述一下有關活動的意義 第一個詞是和平 聯合國憲章在罪言中就開宗明義指出 成立聯合國是為了欲免後世在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 我們紀念這場戰爭 不是為喚起仇恨 而是為真是和平 只有了解戰爭的殘酷 才更明白和平的可貴 第二個詞是犧牲 和平所以可貴 因爲來之不易 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 付出了巨大犧牲 才換來戰後相對穩定的局面 中國是以戰東方主戰場 為戰爭勝利付出了巨大民族犧牲 也爲世界和平造出了重大貢獻 威脅論不了解中國第三個詞是發展 當今世界總體和平 但並不太平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發展問題還沒有解決 很多地區異點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威脅 都可以歸結到發展問題上 或是發展不平衡 或是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因此 發展與和平一樣是時代主題 也與和平一樣是中國外交工作的主護 第四個詞是責任 維護世界和平是各國的責任 更是中國的責任 中國是一個大國 是聯合國看理會上任理事國 七十年來一直為維護世界和平 促進世界發展做出負責任的貢獻 未來也將繼續這樣做下去 中國曾長期奉行韜光養肥的外交政策 近年來徐按圈 經濟高速發展 軍事實力也高速提升 外界認為中國在外交上變得進取 中國威脅論再被疫炒 如何讓世界相信中國崛起有益於世界和平與發展 但堅持韜光養肥 積極有所作為 這是中國外交長期堅持的方針 近年來 中國外交開拓進取 務實創新 取得了很多新成績 外界一些議論認為中國變得坑絕絕迫人 其實 中國威脅論等論調並不新鮮 多年來爭議不同形式出現過 要看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不能只看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和實力 更要看中國如何運用實力 要看中國外交的意圖 目標和效果是什麼 我想用四個詞形容一下中國的作用 一是穩定器 中國有13億人口 自身發展繁榮穩定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 事實證明 中國走出了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給世界提供了另一種成功的選擇 一個和平發展繁榮的中國是世界之福 世界機遇 二時推進器 中國經濟是世界發展的重要引擎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實踐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2014年 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7.8% 高居首位 為世界發展造出了突出貢獻 三是倡導者 中國外交近年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倡議 新主張 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歡迎 除了前面提到的新型大國關係 一帶一路 呀投降 親成慰容理念愛 還有正確義理觀 呀走新安全觀 命運共同體意識 呀太夢等 充分體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進取與擔當 走和平發展道路四是和平攝者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是堅定的主和派 促進派 維和派 解決世界熱點 焦點 難點問題離不開中國 中國在聯合國看理會上任理事國中共獻了最多的維和人員 在去年伊波拉病毒試若西非時提供了7.5億人民幣援助 積極參與解決朝鮮半島 伊朗核 烏克蘭 習克亞 南蘇丹等問題 作用積極獨特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不是為了喚起仇恨 而是為了真是和平 以論中國變得耕缺缺逼人的人 並沒有認真了解中國近年外交的意圖 目標和效果 然後就說很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